各位朋友大家好 绳结艺术从古至今渊远流长 因为它其经典 操作简单 用途广泛 所以被广泛应用 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几种常用的绳结打法 定点锁装最实用的几种绳结 首先第一种啊 被称之为双猛结 也有人叫它猪蹄锁锦结 顺时针查要这个柱蹄一周 然后我们手从这里穿过 拉伸绳尔从底端过来 再次掏入这个装土当中收紧 此结点的受力之时牢固不缓结 即使这个绳子断了 结都不会开 当深埋于地下的木桩或圆管 无法提拎出来时 我们用这个提装结 想其轻松搞定 绳子双折叠 围绕这个木桩一周之后 将这两个绳头穿过绳尔 然后再还其一周 从松建过来 穿过绳尔我们收紧整形看效果啊 收紧一下 一个非常简单而牢固的提装结就完成了 可以轻松提拎深埋于地下的木桩或柱体 野外攀岩探洞 登山暗号者最常用的一个逃生结 或者是我们家居中遇到火灾 需要紧急逃生的一个应急固定结 将绳子围绕这个锚点 无论是木桩柱体 还是水泥桩 暖气管之类的都可以啊 绕其一周 将绳子折叠回来 然后围绕这两根绳子 顺势针地缠绕啊 缠绕的过程中不要过紧 缠绕两到三周都可以啊 缠绕完之后将绳头 穿过这里 然后从这三个绳子中穿过 收紧 大家看效果啊 它会在受力的情况下 瞬间的抱紧固体 牢固不会缓解啊 非常非常安全的一个应急逃生结 最早期啊 木桶在山上放牛放马 那么在木桩上固定生除这个缰绳 怕它跑掉最常用的一个绳结 注意啊 我们讲这个绳子双遮叠 然后围绕这个柱体一周之后 提林其中的一根长绳子 双遮叠叠穿过绳儿啊 然后短绳头再次遮叠 穿过这个绳儿 收紧柱绳 一个木桶结就完成了啊 非常古老而经典的绳结 它受力之时牢固 不会松度缓结 而当你想解绳时 特为轻松 只需轻轻的一拽这根绳头 瞬间开结 山里的伐木工人最常用到一个绳结 可以用来固定柱体 平时啊 我们在台油桶水桶时 都可以用这个绳结啊 因为这个圆形柱体不好固定 我们只需打一个半截 然后拿起这个绳头 围绕这个半截 顺时针地缠绕几周啊 次数不受限制 它在缠绕几周之后 我们收紧主绳 看一下啊 它这个节点啊 在受力的过程中 能牢牢抱紧这个柱体 上方越受力 这个节点越紧 不会松动也不会缓结 当你想解绳时 只需将主绳放下之后 稍稍的容易松动 就解开了 非常非常实用了 咱们既然说到绳结 就不能拉了绳结之王啊 单套绳结之王不临结 做法简单 用途广泛 受力牢固 调物拖车 定点锁装 都非常实用 那么它的普通做法 很少有人会做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简便做法 注意啊 先讲主绳对策 顺时针成圆 然后长绳双折叠 撞过这个圆中 此时我们将绳头放入 只要一拉这个长绳 瞬间成结 大家看一下 单套绳结之王 成人结就这样完成了啊 非常非常实用 喜欢的老铁双击收藏 感谢您的一路支持